我問你 你姓什麼教的 我基本上天主教 你跟天主都講些什麼 你可以跟大家講 你跟天主都講些什麼嗎 不能告訴你 對啊 為什麼 所以啊 就是你不會 你以為在執行 我又不行 我不用受執行 我跟小牛 我跟天主講什麼 不用告訴大家 被我們點名了以後 他回選區就變戰神 對啊 三里都在給他收你 你看我站在這裡 真的嗎 對 而且他們在網路上說 他們一定做對了什麼 請不要忘了 你一公斤 如果說錯 你回去節目 然後說 這個劉許婷很讚 我跟你講 譬如說這個廖偉翔跟羅庭偉 他們兩個現在就在網路上就說 他們兩個被盯上了 顯然他們做對了 做對了什麼 我跟你講 剛剛講那個 練那個搞對不對 這裡頭 這七個 這七位 朗東都要笑到崩壞了 這七位 只有這個廖偉翔 沒當過名義代表 羅庭偉當過 羅庭偉是台中市議員 他從里長開始的 但是他在台中市議會 每一次的質詢 跟現在是一模一樣 他就拿這個稿 一直念 念到時間到 到立法院還是這樣 只是剛好語形受體數那一題 他就出包了 對不對 然後叫大家去驗尿 業員之選的委員會就是教育文化 對啊 那是他的初登板 對啊 如果今天我初登板的第一場 我高調的解都要蛋啦 不管他上一頂 我今天是要問到嘛 我留下我的紀錄 就業員之出登板紀錄 不在 我業員之的第一次就這樣子沒了 好 那朗東是這樣 那業員之算不算 藐視國會罪 你就已經質詢了 就是登記質詢了嘛 然後你本來你的時間 應該是在這裡啊 可是你怎麼是兼差part time 去別的地方領通告費 去上別的節目 那你算不算 對啊 應該要罰六千啦 這樣他就不會去啦 你要看看他 斯綱議員的順序是什麼 我覺得藐視國會 是一個態度的問題啦 我是覺得是態度問題 你看過去很多的官員 對於國會議員 基本上就是你一句 你一言我一語嘛 那我先請你評斷一下 最近因為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就是說有一些互動嘛 然後在表達方面 你自己也有觀察嘛 他這樣算嗎 陳建仁的做法 當然他的個性出現很大的轉變 跟作風啦 你看在選舉之前 感覺不然要東前啦 然後選後呢 你明知姓什麼叫的 我問你你姓什麼叫的 我基本上天主教 你跟天主都講些什麼 你可以跟大家講 你跟天主都講些什麼嗎 不能告訴你 對啊 為什麼 所以啊 就是你不是以為在主持 我又不行 我不用受質詢 我跟天主講什麼 不用告訴大家 所以 每個人跟神明的對話 基本上都是 可是小劉問呢 所以不是陳建仁變了 是因為這些新科立委 都是地方議員出身的 他們在地方上亂講 沒有人注意 以前那個什麼 媒體的聚焦度也沒有那麼高 以前把苗栗縣議會的資訊 拿出來都可以當影片播 大家看的都好開心的 所以就是這些人 你看為什麼都他們在犯這個錯 就是很可笑的 這種如果到時候不小心 王毅山這樣笑出來 秒是國會下來 光 我有一個疑問 他們其實這幾位委員 我觀察 我們截到的圖不見得都是 但是呢 大部分他們手上都是 拿著一本那個質詢稿 這樣子在唸 來 導播是這樣 這樣子然後 你讓他問嘛 問對面的 你看到你的作例 寫這個歌 你會照著唸嗎 這個每個人 第一個就是 很多是第一次出登版 謹慎一點也沒錯 都要潛詞用字 他們不是謹慎 他們是出包 謹慎一點我覺得是OK啦 因為這個東西一回生二回熟嘛 但是尤其第二次之後 他就知道怎麼發揮 而且很多的立委跟助理 他是第一次配合 還不了解彼此的表達方式 因為有時候助理要去抓那個 老闆的表達方式 如果第二次第三次之後 慢慢抓到你 抓一個題目說 你去問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跟天主都在反省什麼 抓的題目是這個 我覺得 小牛的講法是說的 你在跟天主在做對話 我們覺得對於過去的施政 他自己心裡面有沒有一些想法 不是啦 你對施政有什麼想法 就是想法 你會跟天主講 你過去的 在議會的表現 我會跟天主說 我們過去的 在行為的表現上 我覺得自己會反省 我今天就反省那個天主 比如說我剛才跟苦林哥吵架 這樣就不對了 我會跟天主說 不好意思 我們跟苦林哥吵架 我們來救一下國民黨的立委 你為什麼會被反質詢 或你比如說被問倒了 因為你不在理嘛 因為你沒有根據 因為你做的是不應該的事情 不應該問人家跟天主講什麼 不應該叫朱棋驗DNA 所以這些事情本身 你造成的錯誤 即使對方是核延驗的說 他曾經也沒有說生氣 曾經也只說 你這樣 本來這統計學就是3% 然後請問那個受體素 我跟你講的食安是科學 你講的食安是政治 所有的藥物都是有 很多藥物都是有 藥型受體素的 那你驗出來 因為藥型受體素 包括感冒藥 氣喘藥都有 你說要民眾驗尿說 你有沒有藥型受體素 這就是瞎了 所以以前蔡英文 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立委都不太敢質詢他 因為都講不過他 到後來就覺得自取其入 還是不要跟他問比較好 那我是鼓勵所有的院長 你也可以往這個方向發展 那但是有一招質詢 李敖那時候就有一招 李敖說我不要跟你吵架 李敖說你不用回答 幾分鐘都我說 我一路罵到底 可以嗎 對不對 依法是可以的 那是他的權利 對我可以讓官員不要回答 所以你們這些 菜膠還要表演的 想當網紅的 你們要怕出包很簡單 你就叫官員說 你不用給我回答 聽我講 然後你開始念你的稿子 拿動畫片也可以 拿什麼東西圖卡出來都可以 自己真的要擅自尊重 愛惜羽毛 你今天選出來不是永遠的 你也不是說只有紅 只有網路聲量高 你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持 你還是不要疑笑大方 所以為什麼不想講這些人的名字 講說要讓他們紅 他們都高興了 負聲量也沒關係 現在大家都是走這個路線 負聲量是沒關係 不要怕 就是被我們點名了以後 他回選區就變戰神 對啊 山里都在收你 你看我站在國 真的嗎 而且他們在網路上說 他們一定做對了什麼 對 請不要妄想 你一公斤 如果說錯 你回去搜捕 然後說 這紐許婷很讚 我跟你講 譬如說這個 這個廖偉翔跟羅庭偉 他們兩個現在 就在網路上就是說 他們兩個被盯上了 顯然他們做對了 做對了什麼 我跟你講 剛講那個 念那個稿對不對 這裡頭 這七個 這七位 朗東都要笑到崩潰 這七位 這七位 只有這個廖偉翔 沒當過民意代表 羅廷偉當過 羅廷偉是台中市議員 他從里長開始的 但是他在台中市議會 每一次的質詢 跟現在是一模一樣 他就拿這個稿 一直念 念到時間到 到立法院還是這樣 只是剛好以形受體數那一題 他就出包了 對不對 然後叫大家去驗尿 然後問陳建仁說 為什麼 N大一等於30 抽樣N大一等於30 可以代表母體 那就是統計學 我這樣秒制國會 就說這一些東西 對他來說 他不是沒有執行過 那這些人看稿 這個當然 他沒有上過統計 對 我覺得OK 但是像翁曉玲 翁曉玲沒有在看稿了 翁曉玲是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他所講出來的內容 就是慕尼黑大學訓練出來的 慕尼黑大學訓練說 執行是上對下 而且他現在在訓練 清華大學的學生 清華大學科法所 最近碩士班都在口試 所以這個 他是他學生 所以你看翁曉玲 質詢不用看稿 因為他是一個教授 德國訓練出來的法學博士 講出來的內容 就是他所受的訓練 所以他不用看稿 那幾位年輕的都需要看稿 所以這個 再給他們一點時間 我都可以接受 可是沒看稿的也沒比較好 亂講 怎麼立委可以任免官員 吳曉玲 你以為可以任免官員 你跟你的學生講一面 你不要你不要佔學歷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他的訓練就是這樣 他沒有看稿 對 他沒有看稿 那所以像 這幾位現在就被分為 分為七小胡 當然年紀有大有小 像葉元智這個是比較冤枉 真的葉元智很冤枉 他冤枉是因為他跑去 賺通告費 我幫他講一句話 他說因為他有去其他委員會 登記發言 因為他們是跑委員會 然後他原本在教育委員會 就是被提前的 他議程縮短 提前他就回去 這個本來就是立法院的生態 常態 前面的發言有點類 通常委員很少 中午會接通告的 所以他的時間分配 他就覺得我就是可以跳班 我可以跳課 他下次應該不敢賺通告費 葉元智選的委員會 就是教育文化委員 那是他的初登版 如果今天我初登版的第一場 我高點的剪都要等 不管他長一段 我今天要問到 我要留下我的紀錄 就葉元智初登版紀錄 不在 葉元智的第一次就這樣子沒了 好 那朗東是這樣 那元智算不算藐視國會罪 你就已經質詢了 就是登記質詢了嘛 然後你本來你的時間 應該是在這裡啊 可是你怎麼是兼差part time 去別的地方領通告費 去上別的節目 那你算不算 對啊 應該要罰六千 這樣他就不會去啦 抵銷 還有剛剛福音老師說 照著念稿的 我覺得這個也要罰錢 因為你反質詢 關於反質詢要罰錢嘛 那你不問問題的也要罰錢 這樣才公平啊 一問一答嘛 那回答的人如果反問問題 你覺得這個官員不對 那問問題的人自己照稿念 念了這個幾分鐘 完全沒有問題 那這個是不是也不符合規矩 但是有些口才比較好的 你不然勉強他 但他還是問題要擠 還是可以擠得出來 沒有啊 口才比較不好啊 本來想說照稿念不會出錯 口才比較不好 怎麼會當立委 也不會定啊 也不會定啊 當立委又不是靠口才 又不是選口才 那你有說我靠握手可不可以 其實他就算口條很不順 講得結結巴巴的 只要你功課作主 問的點很精確的話 老公 我就不想問官員 我就不想給他回答 可不可以 那你就不要選立委了嘛 我又要選 我又不要給他回答 我說我還是在這段節目這邊 讓我不講話 要請這個 不然說你發我空告 可是我坐在這邊 我就是不想講話 那是很奇怪 就不要坐在這個位置上面嘛 好 人家當選了怎麼辦 這樣 有時候不是來賓講話 有點稍微簡短嗎 我們節目來設一個 藐視主持人罪 藐視節目罪 講話不出重點 你真的講話什麼 可是人家就當選了嘛 好